朋友们大家好 我们今天这期不下BB呢 来给大家讲一下这个东西 这是一个机顶的枪式麦克风 这是博雅的BY-MME 那么为什么要讲这个麦克风呢 其实它在我之前 那个选择Vlog相机 介绍加拿200第二代的视频里有出现过 因为现在各个平台 不管是抖音快手 包括我们B站都在说 希望大家可以使用Vlog的方式 来记录自己的生活 那很多人呢 都会去买一台相机来拍摄剪辑之类的 大家呢大多数都是比较在乎画质的 他能不能拍4K啊 防抖好不好呀 教能不能对上呀 但是呢 却对于这个声音不那么特别的重视 因为毕竟画面这个东西啊 它看起来非常的明显啊 不像声音 没有经过训练的人啊 他可能觉得这个好一点的声音 和差一点的声音 听不出来特别多的区别 那我不知道之前那个视频里 大家有没有感觉啊 就是使用机顶麦克风 跟使用这种外置的枪式的麦克风 它的音质有区别 那如果你听不出去别的话 我觉得可能这期节目 你也不用看了 因为对你来说没有什么意义 那如果你能听出来区别的话 说明如果你要做Vlog 或者是说拍摄视频的时候 就要录制声音的话 购买一个麦克风 是很有必要的 那其实 为什么特别要拎出来 就博雅的MM1来讲呢 主要是因为 其实我之前用过很多的麦克风 比如说这个罗德的VideoMicro 这个应该是比较火爆的一个麦克风 它没有放防风罩啊 放上防风罩 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它的这个外观呢 其实跟博雅的MM1差不多啊 那我们先把防风罩取掉 还有包括 应该是出现过非常非常多次 在各种各样的节目里面 大家应该都见过的 这个罗德的VideoProPlus 这个麦克风 那博雅的这个MM1 跟这两个有什么区别呢 首先一点就是 跟罗德这个VideoMicro去比的话 它的体积大小是差不多的 我把这个博雅的MM1的毛衣 卸下来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两个东西的大小 几乎都是一样的啊 所以非常小巧 如果你不是那么非常专业的 一个视频录制的人 但是你还是想要提升自己录音的音质的话 很多人都会推荐这个罗德的VideoMicro 就是因为它的价格会相对于来说便宜一些 这个东西市面上大概是400多块钱吧 相比于一些专业的枪式麦克风来说 已经便宜很多了 并且它毕竟是罗德嘛 是个牌子 罗德这个牌子怎么活啊 就是国外的很多做Vlog的YouTuber 对吧 经常会用罗德这个牌子 我也当时为了去录一些东西呢 专门买了罗德的这个麦克风 当然也有像罗德这种VideoPro Plus这种 比较专业的麦克风啊 就是比较专业 就是意思说比较贵的麦克风 这个麦克风的话 要2000多块钱吧 那么对于一般的人来说 你可能买一台相机都花不了4000块钱 然后你再添一个2000块钱的麦克风 不是特别的实际 所以其实罗德这个麦克风 我拿到手以后 我也一直没有出节目 其实B站应该有很多人都已经讲过了 所以呢 我也就觉得没有什么必要讲 它相比于这种入门级的麦克风呢 它的一个最大的区别 就是它有很多附加的功能 那你像这种麦克风呢 它比较简便 就是你可以看到后面有根线 你直接插到相机的这个麦克风的接口上 就可以直接用了 你不需要有任何其他的操作 你只要把这个接口插紧 它就可以正常的工作 它里面也没有任何的电池 所以说你也不用担心说 某一些麦克风 它必须要放什么5号电池 7号电池 你可能录着录着这个电池就没电了 然后你声音都没有录下来 或者是你在外面长时间拍摄的时候 它这个续航坚持不了那么久 它就突然断掉了 所以说这种麦克风的话 其实是比较的轻便的 使用起来比较简单 那相对的这个V2 Pro Plus 你可以看到它后面有很多的这个开关 你打开以后 它这边有个灯 这边是可以调低切的 然后这边是可以调增益 然后这两个按键一块按的话 它可以打开一个左右通道增益 差别的一个功能 就这种功能的话 可以防止你的这个声音 比如说突然比较大 左声道过曝以后呢 这个右声道 它也可以保留一些细节 因为这个声音呢 其实就跟画面一样 你的照片Rogue是过曝了 你后期也是拉不回来的 所以有这样一个比较高级的功能 下方的话 左右一起按的话 可以打开一个增强人声的功能 所以它其实提供了很多这种专业的 麦克风的调整的设置 但是如果你不太清楚 什么叫增益 什么叫低切 什么左右声道 过曝保护 那用这种麦克风的话 可能对于你来说就不太合适了 而且这个麦克风 大家可以看一下 前方是一个需要电池的结构 也就是说 它需要去用电池的使用 那么就跟我们刚刚说的 你可能会突然遇到断电的问题 或者是在外没有办法充电的问题 那么你使用这个麦克风的话 就没有这种麦克风简单了 那为什么今天要讲这个博雅的MM1呢 最主要的就是 它价格是比较便宜的 像这个罗德的VDO Micro的话 它400多的价格 已经算是比较便宜了 但是博雅的这个MM1呢 它甚至是可以低到200多块钱 所以呢 对于那些可能资金 或者预算比较紧张的人来说 这个麦克风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因为大家都知道我做视频 比较喜欢做那种 不是那么特别贵的 喜欢做一些比较亲民的价格的产品 我就很感兴趣嘛 这个麦克风呢 我也是拿了一段时间 因为它毕竟价格在这摆着 那价格低的话 它的音质是不是差 所以我就很好奇 它是不是能够达到 我平时拍摄的这个标准呢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 其实我最近的很多期的 这个不瞎逼逼的节目 当然这期不包括 这期因为要把所有的麦克风给大家看 所以说现在用的这个麦克风 是Tescam的麦克风 之前的大概十期左右的 不瞎逼逼的节目 都是使用博雅的这个MM1录的 如果大家能够听出声音的音质 跟以前有区别的话 那说明这个麦克风 确实音质有些差 但是如果大家听不出区别的话 那就说明这个麦克风的音质 还是可以的 同时呢 我也很好奇 就是在比如说正常的 外拍的过程当中 这个博雅的MM1的麦克风 跟罗德的VideoMicro 以及这个VideoPro Plus 有什么区别呢 我也是专门跟国立老师 一起在各个不同的场合下 做了一个对比 那我会把这几段视频呢 都给大家放出来 但是不会告诉大家 哪一段视频 是用哪个麦克风来拍摄 来录音的 但是呢 这几组视频里面呢 这个麦克风的标识是对应的 也就是说 如果是麦克风A的话 它从头到尾都是一个麦克风 不会出现混乱的情况 所以呢 大家可以听一下啊 就是使用这三个麦克风 录出来的这个声音 有什么区别 啤拉标兵正得泼 泡兵定台得边跑 泡兵怕把标兵碰 标兵怕看泡兵炮 怕 八搭标兵正得泼 泡兵定台得边跑 泡兵怕把标兵碰 标兵怕看泡兵炮 八搭�b照 trên尾坡 泡兵定台得边跑 怕假把标兵碰 标兵怕看泡兵炮 800飙兵笨得泼 ,泡兵并坎得添 8100飙兵笨得泼 ,泡兵特紅 800飙兵笨得泼,泡兵并擠平炎得添 800飙兵笨得泼 ,泡兵潾 800飙兵笨得泼 泡兵并坎得添 把标兵破呕才行 把标兵有镇炭 把标兵碰 把标兵十点 patient 泡兵并排得鞭炮 泡兵怕把标兵碰 标兵怕碰 泡兵炮 八百标兵正得泼 泡兵并排得鞭炮 泡兵怕把标兵碰 标兵怕碰 泡兵炮 八百标兵正得泼 泡兵并排得鞭炮 泡兵怕把标兵碰 标兵怕碰 泡兵炮 八百标兵正得泼 泡兵并排得鞭炮 泡兵怕把标兵碰 标兵怕碰 那不知道听完之后 大家感觉怎么样 如果你仔细听的话 会发现某一个麦克风 它会比较闷一点 然后可能会感觉有过一些处理 那剩下两个麦克风的话 感觉音质是差不多 但其实如果你仔细听的话 还是能够听出区别的 那么大家可以判断一下 自己判断 这三个麦克风 哪个是哪一个麦克风录制的 如果你分不清这三个麦克风 哪个好哪个坏 那就说明 你只要买博雅的MM1就OK了 因为如果你听不出来 这个麦克风的声音的话 你买更贵的麦克风 是没有任何的意义的 所以200多块钱这个麦克风 对于你来说 已经是完全足够了 如果你能够听出来的话 我会在视频的最后 公布这三个麦克风的 所对应的标识 可以去选择一个 你觉得这个音质 比较好的麦克风 那如果你听出来 这个Video Pro Plus 音质比较好的话 那你就买这2000块钱的麦克风 你觉得它价值比较好就OK 那如果你觉得 这个罗德的VideoMicro 它的音质要比博雅的MM1要好的话 那你就买这个 400多块钱的麦克风 但实际上的话 以我来评价 我个人觉得 博雅的MM1的麦克风 已经是非常不错了 其实我之前 有出过一期节目 是上海站的 一路同行 我拿松下的G95 录了一个手持的 其实是水了一期节目 但是我想说的是 如果大家没有看过的话 可以去看一下 因为那期节目 使用的麦克风 就是博雅的MM1 因为一路同行 上海站它的现场 回声非常的大 而且大家都比较热情 其实周围的噪声 是非常多的 我当时我在那个环境下 我自己说话 我都听不太清 我自己在讲什么 所以我其实觉得 这种环境 对于博雅的MM1 还是有挺大的挑战的 结果我回去 听它录的声音的话 觉得还是非常清晰的 我不知道大家怎么想 但是我个人觉得的话 在这么嘈杂的情况下 能够录出这样的声音 已经是完全足够了 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 我在之前 北京PE展的时候 我不是出了很多的视频吗 那个视频的麦克风 使用的是 这个罗德的Video Pro Plus 大家可以去比较一下 同样都是在展会上 比较嘈杂的环境 大家比较喜欢听 罗德的2000块钱的 麦克风的声音 还是喜欢听 博雅的MM1 200块钱麦克风的声音 其实这个麦克风 在B站上没有什么人讲 但是我搜索过 发现我关注的一个up 叫做猛虎影像 这个也是我很喜欢的一个up 它就是在做一些 很好玩的评测 它有一期节目 就是买了博雅的MM1 然后去跟机内的麦克风 去对比 很多人说 你这个机内的麦克风 跟你博雅的MM1 听出来这个声音音质 没有什么区别 所以我当时就很好奇 我就加了虎哥的微信 我就问他 说你当时在录制的环境 到底是怎么样的 因为我在看周围的环境 就很像在山沟沟里一样 就是如果大家去过那种 乡下的地方 一定要知道 乡下跟城市里 它的周围的噪音 完全是没有办法比的 就是城市里各种 什么汽车 然后装修的 修路的 然后人声操杂的 就是其实非常非常的吵 那如果你在城市里 待时间长的话 你可能就习惯了 你不会觉得特别的吵 但是如果你在乡下的话 因为乡下没有特别多的 噪音的音源 所以其实周围的环境 是非常安静的 那我之前去 这个撒哈拉沙漠的时候 当时就出现了一个 非常有意思的现象 就是我们住在 那个沙漠的帐篷里面 但是我们说话的声音 其实是非常小的 就感觉好像 在说悄悄话一样 结果呢 这个我们在晚上拍 星空的时候 一个帐篷里面的 一些外国人 就跑出来 就说你们说话声音 能不能小一点 他用的英文在讲 所以我当时就非常好奇 然后回去我就问丁叔 就是侯子丁叔叔的频道 大家如果对音频 产品感兴趣的话 也可以关注他的频道 那他就告诉我 其实沙漠里 由于人际罕至 其实晚上 基本上没有任何声音 所以你即使用你的 悄悄话去讲 它也能够传播到 比较远的距离上 在很安静很安静的情况下 那有些人 他可能就听得非常的清楚 所以当时虎锅 在做这个麦克风的时候 还主要是他周围的 这个环境噪音 没有那么想引起的 你像我们之前 录200第二代那个节目 大家看过的话 应该知道 就是我是故意找到一个 就是周围人很多 很操大的一个环境 跟这个内置的麦克风 做了一个对比 大家可以听得出来 上了博雅了这个 MME麦克风以后 因为它是一个指向性的 所以说在麦克风前方的人 讲话的声音 他就会收的比较好 周围的噪声 就会压的比较低 那么你做Vlog的时候 人在讲话 声音更清晰 就好像我们在拍照片一样 这个主体 它的亮度更高 概念是一样的 这样的观众才能够听得更清楚 跟内置麦克风比的话 就很明显的 就是内置麦克风 由于它是全指向的 所以说周围所有的声音都有 包括我现在给大家放几段视频 大家可以听一下 在一些环境下 内置的麦克风和 使用博雅MME的麦克风 它的这个区别 像拍Vlog的时候 除了画面非常 拍Vlog的时候 除了画面非常重要之外 声音也是非常重要的 现在我用的是 像机内置的麦克风 像机内置麦克风的话 是全指向性的 所以像在这样的人多的 操杂的环境里面 是听不到 是可能 听不太清楚 我说的话的 我们现在用的是 博雅的 MME麦克风 看一下 我们现在用的是 博雅的 MME麦克风 它是一个 直向性麦克风 现在正对着我 它的收音效果会比 内置麦克风 好卡呀 我们现在用的是 博雅的 MME麦克风 它是一个 直向性麦克风 现在对着我 它的收音效果会比 相机的内置麦克风 效果好一点 你们可以听一下效果 如果你确实听不出来 这个区别的话 我觉得还是那句话 你就不用再继续看 因为你这个麦克风 对你来说 没有任何的意义 但是如果你觉得 有区别的话 我就想讲一下 这个麦克风的音质 还是不错的 那它其实 跟这个罗德的 VideoMicro 是非常像的嘛 所以你可以看到 它后方的话 也是一个线 你这边直接连到 相机的机身上 就可以使用了 它不需要任何的电力 直接插上就可以使用 也不会出现断电的问题 所以使用起来非常的简单 但是这个线也是可以换的 你可以看到 这边是可以拔下来的 实际上 它在这个包装里面 总共放了两根线 一根是这根线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线跟刚刚的区别 刚刚这根线 大家可以看一下 它两头都是三段式的 一根线 但是这根线的话 两头不一样 一个是三段式的 一个是四段的 所以它这边有一个标识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边是一个麦克风的标志 但是这边的话 后面写了smartphone 前面是一个手机的标志 也就是说这头的话 是插到你的麦克风的后面 这边的话 你就可以插到你的手机 如果你的手机 带3.5毫米接口的话 你就可以直接把它 当做一个手机的麦克风 使用 完全没有任何问题 并且这个四段式的麦克风 其实也是可以 直接插到电脑上的 这个是很方便的一个设计 我之前有出过一期 废片拯救计划 当时我不是已经在字幕里 给大家讲了 由于我自己接电脑 配音的麦克风 就是被偷了 所以我当时是直接在酒店里 然后使用MacBook Pro 内置的麦克风录制的 那很多人就是说 你是不是该换电脑了 这个风扇的声音特别大 就是因为内置的麦克风 可以录到MacBook Pro 它的风扇的声音 它脚下面又是顶着地了 所以说这个拍的 给的余地不多 一般拍摄构图的时候 余地都要留得多一点 挨擦这个挡到眼睛上 是故意的吗 这有点想不通 这个就跟提供 一样 挡到眼睛不太好 这方面的比例会好一些 这后脑勺有啥拍的 拍两个后脑勺 这种废片 天哪 其实并不是说因为电脑差 主要是因为 开的是一个4K的分辨率 并且在修照片的同时 在屏幕录制 所以一直在录一个4K的屏幕 其实对于电脑的性能 要求比较高 所以说录制一段时间以后 CPU温度上来 它就风扇就比较大了 那么如果你不使用麦克风的话 就是跟我的视频里一样 大家如果能够听出来的话 会发现后面的声音 非常非常的大 而且我自己说话的声音 有很大的回声 我觉得这个效果不是很好 但是很可惜 就是我当时没有带这根线 就是如果我带了这根线的话 我就可以直接把这个麦克风 插到我的MacBook Pro的 有一个麦克风的接口 然后就可以使用这个麦克风 来为大家录制视频了 我自己试过了 这个音质还是非常非常不错的 所以我觉得这一点非常好的是 因为普通的 这个接电脑的麦克风 体积都非常大 比如说我现在 这个主要使用的 这个拜亚动力的Fox 这个麦克风 你可以看到它体积非常非常的大 跟博亚的M1比一下 就这个非常非常的占空间 那么我如果带着这个麦克风 跟我出去旅游 它其实占旅行箱的空间 是非常非常大的 你像我之前去越南去了20多天 然后又到广州南京 苏州跑对吧 你还一直带着这么大 又这么重的一个麦克风 去接电脑 可能要录节目的话 我觉得是很不方便的 那如果有这样一根 可以接电脑的线的话 那以后我就可以直接 只带一个博亚的M1的麦克风 就OK了 你可以体积非常的小 而且你可以根据需要 你就换上这个接相机的线 你就可以把它立刻变成一个 机顶的枪式麦克风来用 所以它是一个两用的 它所适用的这个场景 就更加灵活 当然也是送了这个防风照 防风毛衣 那如果你在风比较大的情况下 去录制声音的时候 你就可以听到 这个防风的效果 还是非常不错的 因为我们那天在 南京西路那边 还是有点风的 如果你使用那只麦克风 没有这个毛衣的话 就会呼呼呼 能够听到这个风声 在这样操杂的环境下 效果非常的不好 你们应该都听不清楚 我说话吧 好 其实这个麦克风 也没什么了 我就是要讲一下 因为很多人在抱怨 就说虽然看到 这个罗德的Videos Pro Plus 但是一查价格 2000多块钱 就立刻打扰了 那我觉得的话 现在看起来的话 博亚的这个MM1 它200多块钱的价格 应该是非常非常划算的 你觉得它的音质 比如说能够达到 这个罗德的Pro Plus 80%的音质 我觉得性能 就已经非常的好了 因为它的价格 只要Videos Pro Plus的 十分之一的价格 所以是非常不错的 那如果大家 对这个麦克风感兴趣的话 其实我自己的店铺里 有提供销售 你买不买无所谓的 就是如果你想要买 又觉得对其他的渠道 不太信任的话 你就可以比如说 扫描屏幕上这个二维码 或者是我会把这个 商品的链接 放到下面方的评论区 大家可以直接点击去购买 这个闲鱼上 有很多90块钱 100块钱的那种麦克风 那你这个200多块钱的麦克风 跟那种不到100块钱的麦克风 有什么区别呢 这个我还专门去问过 博雅的人 现在是这样 就是你一个商品 到市面上去销售的时候 大家肯定是要渠道控价的 你比如说森海塞尔 或者是富士的XT3 对吧 你像XT3的话 它卖一台机器 能够有1000块钱左右的利润 所以说它不可能 让其他的渠道 比如说你报9000块钱的价格 然后其他渠道卖8000块钱 没有人傻的会多愿意花1000块钱 去买这个机器对吧 但是博雅的麦克风问题是这样 说它太便宜了 你像官方渠道的话 它是卖240块钱 但是你闲鱼的渠道 卖90块钱100块钱 在你动动脑子 你都能想得出来 它肯定是有问题的 对吧 首先是一个商品 它的利润不可能是超过50%的 240块钱的东西 它的成本不可能低于120块钱 所以那些渠道的产品 是有些问题的 它有可能是仿冒的 因为我没有买过 所以其实我也不清楚具体的情况 但是很有可能 要么就是仿冒的 要么就是工厂的一些残滋品流出来 然后放到闲鱼上 他们也不敢在淘宝上卖 对吧 所以呢 我个人是这么觉得 如果你愿意去冒险的话 你觉得你差了120块钱 去买一个正品的麦克风 至少还是有保修的 那你就可以去买闲鱼的 那个没有保障的渠道 如果你想要买到一个正规的渠道 一个好的产品 有保障的产品的话 那你还是建议去一些比较大的店铺买 当然你也可以到我的店铺买 因为我们这个店铺的话 是直接从博雅那边批发的渠道拿的货 所以说价格可以做的要再低一些 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 就可以到我们的店铺来买 好 那么今天这期节目就到这边了 感谢各位收看 拜拜 拜拜